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走 那以前呢 我太把自己的面子当灰事了 让你说了不少委屈啊 对不起啊 来 走 来 给你赔个衣服 爸 别这么说 没有的事 我呢 看什么 只要是你做的 都觉得不对 一直在打压你 其实现在想一想 你一个毕业还不到一年的孩子 能把自己的事情 折腾到这个样子 那真的是不容易 换作我啊 没那个本事 爸 其实你说得对 我这算什么本事啊 我这就是瞎折腾 我跟你说啊 深正不怕影子邪 这一次腾达的事情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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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呢 你就是调查姚家人 绯闻事件的那个老冯吧 哦 我记得你 你就是那个整天跟在楚云飞屁股厚头 却为白日梦鸣不平那个 记性不错 今天我找你来呢 有个事儿 楚云飞花多少钱雇的你 我愿意出双倍的价钱 雇你重新调查腾达泄密事件 怎么着 想给白日梦鸣不平 准确来说应该是 还白日梦一个清白 姑娘啊 我干这行十几年 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好人 从小到大 有人质疑过我的颜值 有人质疑过我的智商 但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我的专业水准 你不会是怕了吧 怕 我怕什么呀 你怕你自己调查错误 让你为什么不肯接我的委托 重新再调查一遍 想当年 你妈妈也做过小生意 那叫一个诸多不顺 被骗过 伤心过 气馁过 但是 她从来没有想得过放弃 你还真别说 你身上这一点跟你妈妈真的像 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将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你妈妈天上有知 她会以你为荣的 我认识白日梦王老板 他是一个创业者 一心卷干出一番事业 他本来完全可以凭遥不可及 大红大紫的 他为什么要自毁虔诚啊 虽然你有证据在手 但是他不合情理啊 如果你不把他调查清楚的话 他将是你职业生涯中 不可磨灭的污点 你怎么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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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慌跟小宝跟我说 你沉迷游戏我还不信呢 看玩真的吧 你怎么玩了 你怎么玩了 恐慌跟小宝跟我说 你觉得不觉得 人生其实挺可笑的 什么意思 如果我当初没有创业的执念 可能我们也就不会分手 不过现在说这也没什么意思啊 没意思 郑谦如果你以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我根本不会喜欢你 我以前喜欢你 是因为你一腔热血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都可以披荆斩棘地坚持 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能不能振作一点 不要让爱你的人失望行吗 我的意思是说 郑叔叔和我妈都很担心你 你呢 我也希望你能振作起来 郑谦 人生在世遇到挫折并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 这一脚把你摔怕了 你就趴在地上不敢起来了 虽然我们现在是分手 可是我 但是我希望我以后 回忆起来这段感情的时候 我可以特别坦率地说 我曾经爱过的是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而不是一个一遇到挫折 就只知道躲起来 做缩头乌龟的胆小鬼 因为有你越是 受挫越无悔 来人梦不是白做 是让梦实现一回 这成长跌才长距 就是郑叔叔和我妈让我带给你 里面有六十块 是他们的养老钱 他们希望你能把债还了 然后从头再来 好吗 哈 不是谁的无所谓 两年内我一定把钱还给他们 晓晓 晓晓 师姐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晓晓 是咱去供应我的 晓晓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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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晓晓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大错特错 你原谅我这次好不好 来来来来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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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原谅 杨晨光 你还真说得出口啊 晓晓 晓晓 我真的很爱你 我不能没有你啊 晓晓 人的一生那么长 他难免会犯你的小错误 但是 夫妻之间不就是应该相互服务 杨晨光 让我和你之间最后一点情分 也言小于此 晓晓 我发誓 我会用我一生的时间去补偿你的 晓晓 我算是什么 人们都说 亲爱的人在一起 会让彼此越来越好 可是我和你在一起 我渐渐失去了自己 你不希望我越来越好 你只希望我成为你的富优 你不断汲取我的养分 让自己越讲越茂盛 至于我过得好不好 你根本就不在乎 你这种人 真的让我觉得非常恶心 没有啊 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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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呢 让大家担心了 虽然每天吃吃喝喝 玩玩睡一睡 真的很爽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适合 当一个撸起袖子 加油干的创业狗 所以我宣布 本人从记忆起 正式回归白日梦工作室 热恋欢迎老周投 回归指导工作 你回来了 我们就有股心股了 工作室成立到现在 我也没少带你们走弯路 怪我吗 说什么呢 兄弟嘛 就是要有难通当 有福同享 那行 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们就齐心协力 撸起袖子干 我就不信 没有咱们踢不出的路 对 齐心协力 一起干 一起干 来 来 喂 妈 没有 妈 最近真的没时间 现在海鲜市场不景气 是 小宝 你们家海鲜还没卖出去啊 我看啊 咱这白日梦干脆就卖海鲜得了 反正这些工作室的钱 当初也是卖海鲜抵回来的 是不是 我看你了 我们下期见 在这儿的路上 没事 谁啊 来了 雨昕 你怎么来了 这么早 你是出什么事了吗 我就是睡不着觉 想来看看大家 忘了大家这个点还没起 打扰了 没 不打扰 赶紧进来 来来来 进进进 箱子给我 大家还没吃早餐呢吧 对 或者我给大家做个早饭吧 好啊 好久没吃你做个早饭了 特别想吃 那个 我先帮你把行李给送上去 好 我替我 我跟了你 MON 是的 我可以走 这还要叶啥 我可以走 我烤过来 ikhit 爸爸 爸爸妈 爸 妈这边 妈这边 马桐 要是 Son 爸 咱们这边啊 佳佳 终于来了 佳佳 想死我了 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又瘦了 哪有 人家不太胖了呢 你看你这下巴尖了 这穷得买过起裤子呀 你看这都是动 爸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的 这是设计 对 你懂什么 这是乞丐裤 这是时尚 行了 爸妈咱不说了 司机都在外面等很久了 咱们上个车再说啊 我先去 司机啊 要不我来吧 你这刚来就让你做早餐 有点不太好意思 没事 这一大清早就来打扰你们 我要是不做了什么 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你说要是每天都能吃到 你做的早餐 多好 司机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你别误会 我就只单纯地想吃你做的早餐 小宝 你过来帮我一下 帮我把这个点心摆个旁 来 等一下啊 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你的 我记得你吃鸡蛋跟爱加糖 陆琳妈把吃也喝了一碗 西西 你坐吧 我来 好 什么味道这么香 就你鼻子流 好 西西 过来看看你们 快坐下 边吃边聊 真香 醬油 我 我能搬回来住吗 我能搬回来住吗 我准备和杨晨光离婚了 离婚 离婚 怎么回事啊 你们不是才刚结婚吗 她不是已经该好了吗 她不又出轨了吧 瞧我干什么 没 没问题 白日梦永远是你的家 你可以随时回来的 谢谢 那 你想想要做什么 我准备找工作 自力更生 有想过找什么样的工作吗 还没呢 我脱离社会太久了 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你应该也知道 白日梦现在成为了行业毒药 没人愿意跟我合作 不过 我耗杂小小宝 另找了一条出路 就是慢慢水产 要不 你先跟着我们一起干吧 我可以吗 别因为我 拖了你们的后腿 我们也都是在摸索 大家一起努力嘛 好 小宝 还不快去给希希收拾房间 离活 收拾房间 小宝 我跟你一起去 游戏 绝对游戏 喂 您好 请问是景瑞海鲜酒楼吗 您这边需要水产供应吗 喂 喂 老板 我们的海鲜品种齐全 保证新鲜 而且都是产地直销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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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要是改变主意了的话 你就打名片上电话联系我们 我一定给你个很好的价格 行行行 知道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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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请问是华海万人酒店吗 我不是要订台 那个我是白人梦水产公司的员工 请问你们酒店需要水产供应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 来 爸妈 这边 好 老程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程总 这个是我妈妈 这是我爸爸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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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请坐 好 您好 来来 坐 来 好好好 一路辛苦了 今天知道你们二位过来的 我特地准备了这一桌菜 希望能合二位的口味 谢谢 谢谢 来 上菜吧 好的 这还没点菜怎么就上 妈 这都是厨师给配菜的 不用点啊 这女人吃莲藕最好啊 知道吗 那是 多严呢 这个拿下去吧 我这在家里不吃粉丝的 让你见笑了啊 我们家老姚就这样 这我在家一醉一试 他就说笑粉丝 好好好 他不爱吃 我尝尝 来 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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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有火大 妈 人家请你吃饭 怎么要求那么多 不是 真是不好意思啊 不知道二位的口味 一会儿我让服务员 上几道 清淡一阵的菜 好 难道不用 这么多呢 那个 你赶快吃吧 是晚上我回去睡一觉 这飞机给我坐得累死了 是啊是啊 这一路真是太辛苦了 这样啊 我擅自主张啊 这佳佳呢 她住的地方比较小 要是挤你们三个人的话 可能会觉得比较挤 这间酒店就是我开的 时常给我留一间总统套房 反正我也不住 如果二位不嫌疾的话 今天就住这儿 可以吗 你 你是我们家店 这什么人啊 我们就是 又给我们接风 然后又 给我们安排住宿的 这多好应该啊 都应该的嘛 我跟佳佳是好朋友 这只不过是居首之劳 来来来 吃菜吃菜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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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家海鲜真的质量特别好 别跟我说 别跟我说 不是 这 这样 您留一张我的名片给你们经理 万一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 没有需要啊 没有需要 也不看看我们这什么地方 你当时街边小饭馆啊 随便来跟人推荐点什么东西 我们就买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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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您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和最后再拨 空号 请和最后再拨打的号码 请和最后再拨打的号码 谁啊 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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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舒服 喂 保安 我诚心 我爸总统套劲贼了 他泡澡呢 赶紧泡人过来 走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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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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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这 这 这 什么是这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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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搁着啊 给你嚣嚣的 别让你 别让你 赶紧把他给他抓去 妈 你们谁呀 这是土的店 你 怎么回事 怎么了 还有头鬼 杨家人抓人 你怎么抓人啊 我们是杨总的客人 那为什么抓人啊 客人 是啊 我怎么不认识你们啊 我们是杨家人的父母 你放开我 小诚啊 你看 你也别害怕 你叔叔头没什么大事 叔叔阿姨 今天的这个事情啊 是个误会 你们别往心里去 喝点水压压惊 好 挺厉害啊你 陈欣 我爸妈他们 杨家人 借着我和爸往上爬的感觉怎么样啊 很好吧 你现在倒是混得如鱼得水啊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现在怎么样 这个地儿 姓城 我爸除了允许我和他进出这个地儿之外 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人来这儿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的 今天倒是巧了 我来这儿找我爸 一进门却发现被你们家纠战缺查了 真把自己当主人了是吧 杨家人你到底是给我爸下了什么药啊 他是疯了吧他 陈欣 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老陈是你爸 你好歹尊重一下他吧 我尊不尊重我爸 那是我们家的事 用不着你管 是 老陈是你爸 但是他也是我的朋友 我维护我自己的朋友 那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 你还有理啊你 真是不害臊啊 来 喝点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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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贪着舒服 一天饱十几个地方 我腿都快跑断了 来 喝点水 谢谢 谢谢 我把咱们跑过的所有的菜市场 还有饭店全列出来了 一共三十家 只有六家肯跟咱们合作 主要是全都是小本买卖 走不了多大量 你们已经很厉害了 我今天打了一天电话 一单也没有接到 希希 万事开头难 我们也就是误打误撞 才有好运气的 还要说 人家小宝父母是专业卖海产的 都卖不出去 就咱们这样的 能行吗 现在还是第一天 下节论文明天太早了 明天我们继续去跑 肯定会有收获的 那我明天接着打电话 本市打完的 我去打零食 辛苦了 来 继续 妈 你别难过 成年她是骗你的 她怎么可能会给你下药呢 这给你妈下的 血压都升高了 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的 你看你爸这头 那就是那丫头给砸的 她有什么不敢干的 她万一给我下药了呢 不行 我得上医院去 妈 你真的不用去 佳佳呀 你太善良了 你看谁都像好人 妈妈就是特别担心你这样 会被人欺负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知道你担心我 但是不会的 不会有人欺负我 放心吧啊 你干什么去 我给程鑫打电话 她太不香花了 让她回来给你父母道歉 你别 你别打 你 你别打了 程鑫现在正在气头上 你要这个时候打过去 你们俩的关系 岂不是更差了吗 再说了 我也不希望你们 再因为我的事情 起任何冲突 干吗呢 你吓我一跳 我忙着呢 别闹了 忙什么呢 在网上找找喜剧电影 整理一下给西西 怎么了 她不甘心啊 我刚刚在她那儿 看到她自己一个人 在房间里哭了 我小哥 你是不是傻呀你 你不一直都觉得我傻吗 做人要凭良心啊 我只是偶尔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这是你 趁薛月入了大好时期啊 关心她 拿下她 结束单身就这么简单啊 你怎么这么小人啊 现在不行 现在西西还有老公呢 她如果现在单身 我肯定奋起直追 行 我多管闲事了呗 那我也不耽误你当君子了 反正呢 西西现在已经动了离婚的心了 离你奋起直追的日子 不远了 知道吗 知道吗 我真的特别纠结 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盼着她离婚 还是不应该盼着她离婚 不用纠结了啊 都开到你这么久了 你是不是得报答我一下 怎么报答 打把游戏 哥 我真忙着呢 你自己玩去吧 好 这 这热水说没就没 这什么破旅馆呢 我去找他们去 算了吧 那破旅馆不就是这样的吗 谁让你那么冲动 说搬出来就搬出来 好 请进 这是 这里面都是喜剧电影 我看都是网上推荐的 我就整理出来了 你留着慢慢看吧 谢谢 这个是面膜 你前几天不是跟我说 让我多敷面膜吗 我就去网上买了 然后我看网上写的 买得多就会便宜 我就给你也带了两盒 我 我这几天敷面膜 面膜真的很有效果 我皮肤也不干了 黑眼圈也好了 你如果用完了你告诉我 我过几天再给你带 希希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希望你开心 我帮你把东西放到这儿 好 那如果没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晚安 走 这儿啊 这儿 你轻一点 我还没使劲一点 你还忍着呢 谁呀 来了 谁呀 谁呀 你 你谁呀 您好 你是姚家人的母亲吗 我是 你是 你是 我是程总的下属 叫我老娘就好 你来干什么 走走走 我的腰 大哥的腰怎么了 扭了 行 你回去吧 大姐 您听我把话说完 程总呢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觉得对不起你们俩 所以啊 希望你们在走的之前 他能再静一下地主之仪 怎么静 我们是不可能再回到他酒店的 您误会了 程总啊 已经为你们订了新的酒店 车也在外面备好了 如果你们愿意谅解的话 就接受他的歉意吧 这个大哥的腰扭得严重不严重啊 我认识一位正骨大师 一会儿请那个人到酒店来按一按 这人哪 有病就得治 要不然容易老下病根哪 这既然陈建业那么有诚意 那我们就 我们就接受他的歉意 我们就接受他的歉意 喂 希希 我到了 我们也到了 我们在一年七年赶快来吧 行 我就要来啊 到哪儿了呢 门口呢 饿死了 希希 你来了 希希 我还以为就咱俩聚会了 我不是你闺蜜啊 我听出来了 你这话就是嫌弃我的呗 就嫌你 怎么着 希姐 你赶紧过来坐吧 狂奥最近天天气得我 你赶紧管管她 放心吧 看我一会儿就收拾她 同志们 我今天叫大家来呢 是有一件事要宣布 我已经决定 尽快和杨晨光办离婚手续 开始全新的生活 好事啊 干庆祝 对 庆祝希希走出爱情的坟墓 重见天日 孔浩 怎么什么好话到你嘴里 都这么难听啊 意思到了就行了呗 来来来 走一个 说到杨晨光这渣男 我就生气 就想踹他几脚 行了 欣欣 咱们犯不着跟他那种人置气 我现在就想着 赶紧把离婚证领了 从此之后跟他再无瓜葛 看来 希希你这真走出来了 这俗话说得好 爱在对立面呢那不是恨 而是不在乎 我这两天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明知道杨晨光 他这个人不可靠 我还是愿意一次又一次地 给他进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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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做吧 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从意识上真正的觉醒 所以从现在起 我将不再是一个依靠男人的小女人 我将独立自主 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 说得好 好 那咱们为希希的这个独立宣言走一个 来 走一个 走一个 干了啊 干了啊 同志们 开饭呗 来吧 来 开饭 来 小宝 今儿多吃点 对对对 就哪儿 就哪儿 舒服 舒服 他把你享受的呀 专业的给你按得舒服吧 有钱人真会享受生活呀 九条 好 糊了 又糊了 又糊了 怎么样 糊变 糊了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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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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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伯 糊了 自伯糊了 糊了 糊了 又糊了 糊了 那 那边还有好几家呢 那边还有好几家呢 那个上面还有 我刚才摆这双鞋好看吧 那我最喜欢的款 还有一个是 在那边吧 不对 你刚才看看 是那边 这哪一边都不信 你等老婆子 管他哪家 那就上那家吧 我就喜欢那双鞋了 要不再给你买两套男装吧 是吧 我看那边是不是上新款 可以了 您再去看看吧 这样 我带你们去化妆蜜看看吧 好好好 我只好现在应该买点蜜膜吧 走走走 这个口红 这个眼影 这个套 这个套盒 这个香水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冬药 小姐 打包 快点 还蛮浴吧 挺好的 可以啊 我们再上楼下看是吧 对对对 看我那边